大家好,又到了抗疫快递影片時間 我是莊仲文中心的莉Sir 上次教了大家如何去做網上登記平台 如果自己是陽性的情況如何做 今天我們會說些什麼呢?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都會針對一些資訊 是關於確診的情況 有什麼可以幫忙 但是如果不幸確診 而有耗的時間 那有什麼可以調理一下自己的身體 就像莉Sir我一樣 因為在我拍攝確診的影片的時候 有朋友在影片留言 其實中醫對於調理身體也是有用的 也有幫助 而今晚我上網的資料發覺 有些服務是被確診後康復的人士用的 那是什麼呢? 就是一個叫中醫門診特別的診療服務 這個就是適用於一些 確診了冠狀病毒 而康復了的人士 那它的要求是什麼 或者它有什麼特別之處呢? 其實這裡也有一個圖 大家都可以詳細一些去看看 其實它會幫助一些確診了的人士 在半年之內 最多可以用到十次免費的中醫內科門診 當中有些不包括 例如針灸、推拿或者其他治療服務 都不在裡面 就是十次 可能是一些調理自己身體的情況 那我要去哪裡看啊? 因為始終可能有很多中醫 這裡大家也會看到一些診所 分別有廣告、新界也有 如果針對我們黎德邨的老友記 或者會導者來說 最近應該是去這間 就是皇后鄧紹建醫院的醫療中心 大家都知道在哪裡都熟 如果再不是 就可以去這間 就是東區尤德的拿打素醫院的情況 那如果你說高超道 即高中心的老友記 或者護路者又如何收入呢? 如果你說最近的話 應該是去觀塘的 觀塘哪裡呢? 就是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的 中醫診所記教研中心 就是在定安街60號 國錯馬屋診所4樓 這個應該是相對近一點的 如果不是的話 就要去到諾富那裡 或者學民田那裡 就比較遠一點 再不是那裡 就可以去將軍澳 將軍澳省考保齡里 將軍澳一間醫院都有 都有這間的 可能我會放一個詳細一點的表格 或者相關的網址在片段下面 方便大家可以按進去看清楚 如果你說 我真的要去看了 那又如何輸呢? 記住 有幾項要注意的 第一 一定要打電話去預約 要填一份的表格 那份的表格 就是一個登記表 那份的表格 那你們可以 如果家裡有打印機 或者子女可以幫到你印的 最好就是印出來 然後寫完資料 要簽名 到時去到的時候 就交給登記處 那就可以做登記 那如果說不是 我家裡沒有打印機 又或者子女好忙 未必可以過來 那怎麼辦呢? 不用擔心 你都可以直接去到診所 那裡門診部登記處 也會有這些表格 那你填一些資料 交給他就可以了 那你說除了英國之外 還有其他要帶呢? 一定有的 那就是你的身份證明文件 還有你那個確診的證明文件 就是什麼呢? 例如你之前做檢測 不論是陽性還是陰性 都會有一個SMS告訴你 你是陰性還是陽性的 如果你是陽性的 你就收那個記錄 給他那邊看 如果你說我收到一些隔日彌領 等等那些 都可以的 或者醫生開的醫生址也是的 你說不是的 那時候因為太久了 甚至乎我完全沒有做過等等 都沒有 或者沒有留下 那怎麼辦呢? 都不要緊的 診所那邊都說 其實你去到他 你跟他說回這樣的情況 他就會給你簽一份診 那你就可以當是確診的人士 就可以幫你去診症 這樣的情況 而最後一件事 就是 如果你舉個例子 好像剛才這樣說 我預約了去一間 例如去灣仔 鄧兆健醫院去看中醫 那你那十次一定是 只可以去那一間 那就不可以去第二間 這個要留意 再說一次 如果你一開始 約了去某一間醫院 舉個例子 我約了去鄧兆健醫院 那你接下來的十次 都一定要在那裡去看 你就不可以去 我今天去鄧兆健 明天去張根澳 後天去觀塘 這樣就不可以了 這個要留意清楚 你說 如果我不是很不幸地 如果我不是在康復 我簡直是有朋友仔 我認識的 可能直接去了住院 即是入了醫院 或者入了隔離設施 那怎樣做呢 這樣的情況 其實這裡也有一個 叫做住院病人中醫特別診療服務 其實它就適合於一些 年後十八歲 合資格的香港居民 以及現在正身處於社家 社區的隔離設施 或者是北戴如山醫院 那些治療病毒的人士 這個也是免費的 當中它都會 因為始終你病進入院的時候 身體狀況一定是差的 所以他們那邊都會有些西醫 去臨床判斷 究竟他現在這個狀況 合不合適去做到這個 中醫診療 如果可以就可以了 這裡也有個資料 你們都可以留意一下 即是二年不時之需 這樣的情況 那你說不是 我又不是在康復 即是我不是康復 又不是中了 但是我也有些質疑 譬如擔心有些情況 如果用中醫 等等情況可以 那就不要緊的 這裡也有個電話 方便大家去一些 中醫資訊 這樣的情況 它的電話就是 1834511 1834511 1834511 它的服務時間是有的 即是月線的時間是有的 包括是早上9時 到晚上7時 星期一至星期日 7日 這段時間 你就可以打去問 那 李sir我實測過 打這個電話 是沒有人聽的 只有大家都可以試試 因為我打了幾次 都是沒有人聽的 有機會可能太多人 去打去問 這樣的情況 所以大家如果真的想了解 可能問一些感染了 或者是有些頭暈新興 吃什麼中藥可以調理 或者想問一問中醫師 也可以打這個電話去查詢 但是你說收 即是可不可以打得通 那你就要自己試一下 這樣的情況 OK 對了 今天這段片段 就短短的 可能跟大家說一下 一些中醫門診 如何治理 如何康復 這樣的情況 如果大家一樣 如果覺得這段片 有用的 不妨都分享給你的朋友仔 去看一下 給他多一些資訊 或者給小女看也可以的 其次就是 給我們一個Like 給這段片的Like 還有 按訂閱鍵 訂閱我們這個頻道 最重要就是 按旁邊的鈴鐺 如果有什麼片段 新出的時候 你都可以第一時間知道 那就不用怕錯失了 這樣的情況 好 今天的時間就到這裡 我們下段片再見 拜拜